中国对美国国会议员称军机突然访问台湾表示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禀在记者会上表示 此次访问严重违反了美国不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承诺 由四名参议员、两名众议院议员和七名顾问组成的代表团 乘坐美国海军C-40A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台湾台北松山机场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拉玛周三批评中国领导人不懂文化多样性 而且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管控的太多 他表示关于西藏和新疆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而观念较为狭隘的中共领导人则不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达赖拉玛说中国不仅有汉族还有其他不同的族群 但实际情况却是汉人管控的太多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哥拉斯哥零排放汽车共识宣布 包括土耳其英国和印度在内的33个国家40个城市 11家汽车制造企业和27个车队所有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根据该协议预计到2035年 汽车市场将用零排放汽车取代汽油和柴油动力汽车 中国和埃及近日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签约仪式7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与埃及国际合作部长 拉尼亚·马萨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协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周二在纽约举行2021年度晚宴 两国元首分别致贺信 习近平的贺信由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宣读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应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全球性挑战同时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欧盟一家法院驳回了谷歌对欧盟24.2亿欧元反垄断制裁的上诉 经过多年的调查 欧盟委员会认定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经常给自己的购物服务以优惠待遇 并在搜索结果中降低对手的排名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密尔奇约叶夫上任后首次出访土耳其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府发表的声明 密尔奇约叶夫将出席11月11日至12日在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突厥与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元首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